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睿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 能够好好的聊一下 世界上又发什么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些事情往往都和中国有关 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 如果您喜欢 如果您支持我们用不同的视角 用不同的观点来解读相同的一件事 那就请您给我们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请您关注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谢谢您 今天我们上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今天开始突然开始同情大外宣了 突然开始同情央视人民日报 甚至是胡锡进胡老师胡叼盘 你看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越来越艰难了 为什么原来跟他们作对的是一些反贼 是一些海外反动势力 也包括可能他们打心眼的 也恨我们恨我恨我们这些节目 为啥我们能在墙外 在世界各大主流英文媒体 以及其他语种的媒体里面 摘取最可信 最具公信力 也最真实的一些信息 来给大家做评论的基础 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风向 好些朋友说 你最近竟然把彭帅和瑞神刚相比 你是要带风向吗 没有 我从来就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 这是民国时候的一首诗的名字 回头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没有风向 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值得聊 值得谈 才跟大家聊 那这种情况往往也是CGTN 他们特别恨的一类节目 那没办法 我们并不是为了反对你们 才做的这些节目 我们是为了爱之求真 为了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 给大家指出可能比较靠谱的一些脉络 我们不反对任何人 当然我们也不片面的鼓吹任何人 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今天之所以这么讲 还是出于对CGTN他们的同情 为啥 你看不但我们不能跟他们站到一条战线上 他们自己的队友 自己的盟军都开始出现了动摇 甚至出现了反戈一击 临阵脱逃 临阵叛变 调转枪口 开始打自己人 你说这种情况下 怎么不令人同情呢 我们看看这位是谁啊 这位是CGTN 好像是英国来的 英籍的作者叫Tom Foddy 他在微博上表示 他已经禁止为CGTN写作 就是他的专栏啊 没了不让写了 原因是他在RT 今日俄罗斯写了一篇文章 叫为何中国在于西方的舆论战中 节节败退 那这篇文章写了以后啊 马上就被央视恼羞成怒 说你不用再给我们写专栏了 你看这多可惜啊 这一位坦率的奖 是在中国为中共服务的 洋五毛里面 比较有水平的一个 有其他人啊 有个叫什么火锅大王之类的 哎呦我的天了 我看到他我就 很为我们的同胞感到担忧 那个调点 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而且那位老兄啊 这个文明也查了很多资料 在美国啊 很多地方有刑事犯罪的记录 就这些烂人啊 这些下三烂啊 实在在国外是混不上饭吃 或者说混上饭也是上顿不接下顿 什么本事都没有 就是喜欢造谣 喜欢根据自己的异想来编织现实的 那波媒体人 才会到中国去发展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例外 当然了 比起火锅大王来 这个Tom Ford 那算是比较有品质的五毛 但是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 变成了四毛九 央视这些人认为 你跟我合作啊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你如果对我也表示有稍微的不满 竟然用专业主义来说事啊 要求新闻还要真 那你就差的太远了 你就变成了四毛九 现在五毛对四毛九 也要攒尽杀绝 那这位Tom Ford就赶上了啊 他给今日俄罗斯投稿也很有意思 今日俄罗斯是干啥的 RT啊 Russia Today 那也是俄罗斯普京总统的大外宣啊 RT啊 明白无误的说 我就是外国利益代理人 人家没这么一眼 在美国啊 当年也是用这个 外国利益代理人来这个注册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 在美国在法律上 并没有对今日俄罗斯 RT电视频道 或者是央视做任何限制 央视在很多的 你看美国啊 欧洲我不太清楚 你看很多这个Direct TV 或者是Dish Network 或者是Tom Warner 这种最主流的电视网 这都是最主流的电视网 就跟中国的各花有限似的 那里面你只要花钱 是可以看到央视的啊 甚至可以看到新华社那个外宣台 叫新华电视网 他们能够在法律上 能够接触到美国观众 让美国观众成为他们忠实用户的 在法律上的机会和地位 和美国其他的频道是平等的 哎 但是啊 这里边仍然有左中右 Rush Today 虽然是也是俄罗斯的外宣 但做的比这个 这个这个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要好得多 因为我在美国的朋友 给我写邮件 打电话 聊这个对外宣传的话题 说哎 他们去美国一个著名的 这个健身房跑步 叫叫这个LA Fitness 这个健身房 全国连锁的 他们有时候竟然看到 在里面跑步的 这些老美啊 当地的老美竟然看Rush Today 为什么 人家那个品牌做的好 叫啊 Alternative Voice 另一类声音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CNN也好 福克斯也好 尽管他们一个标榜左 一个标榜右 一个标榜自由派 一个标榜保守派 但他毕竟是 美国主流媒体 是用美国的视角 来观察世界事物 那你们如果想了解 第三方的更客观的 你看我今日俄罗斯 哎 你看人家这个调点 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而且今日俄罗斯啊 和后来的阿拉伯半岛的 那个半岛电视台一样啊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 专业的操作方式 从CNN啊 BBC啊 FOX啊 MSNBC啊 挖去了很多大牌的记者 也包括路透社这种 那些人 人家受的就是这个专业训练 所以他就用自己受到的训练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今日俄罗斯啊 算是比较有品格 打着专业外衣的 俄罗斯的外宣频道 所以你看 像他竟然也刊登了 Tom Ford这一篇讽刺挖苦 攻击中国大外宣 守法之拙劣 视野之狭窄 这样一篇文章 那可见这个央视的这个盟友们 有时候也实在是不能跟央视保持 一步一趋的状态 那么今日俄罗斯登的 Tom Ford这篇文章 主要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彭帅这个事件 就是彭帅这个事件 已经成为天字第一号大新闻了 你们央视怎么能用这种 拙劣的手法 涉嫌伪造人家的邮件 连光标还在里面 还没发出去呢 就对外界说 彭帅给新盟发邮件了 你这些东西都太拙劣 所以这个Tom Ford就讽刺了他们 他说 央视这些党媒 对彭帅消失事件的报道 缺乏说服力 在公关和舆论 传播方面做的很糟糕 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或者就像一些批评者的用词一样 几乎通篇从头到尾 只是政治鼓吹 他不但讽刺了 这个CCTN 还说了另外一段过分的话 他说 在中国除了具有攻击性极强的 环球时报以外的其他媒体 普遍缺乏创意 缺乏冒险精神 也没有掌握新闻传播工作的基本原则 他这里边还写了一段话 特别有意思 这叫自黑 他说 我为CGTN写文章 往往比为今日俄罗斯写文章 更让人反感 因为接受能力强 能够消化这种情况的读者太少了 这个话说白了 就是杨五毛 他们说得现在变成四毛九了 他也承认 在世界上能够 把你们的新闻能够认真对待的观众 那真是奇葩 实在是特别的少 他还揭露了中共官媒买粉的秘密 他说 许多中国媒体通过购买僵尸粉 夸大了他们的粉丝数量 而推特上的国有媒体标签 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 他还说 中国体制最薄弱的方面是沟通 他还强调 新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 而是创意进取和满足受众的需要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 中国就只能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 来对抗美国的攻击 大家看到没 这个杨五毛 这里头 你只要是有一点良心 有一点羞耻之心 遇到很难看的事情 偶尔会脸红 你都不能干大外宣 你都不能干央视这活 你都不能进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这样的单位 进那的单位 你得从头到尾 彻头彻尾 把自己变成两类人 要么就是太监 就是外面再热闹 你看着肝肌动 没用身体没反应 你必须得做到这种程度 就是太监这种程度 那还有一类呢 那就是变成彻底的麻木不仁 针扎不透 水泼不进 听见什么东西都左耳都进右耳都出 就这两种人才能干好 我党我军我国的外宣工作 否则就没办法 你看汤姆佛特毕竟是英国长大的 他在海外长大 他没有从小接受这种熏陶这种培训 那跟央视配合起来就有差距 就搞不定 所以你看他实在忍不住了 写了那一篇 讽刺了他们一下 就被这个央视给悍然的封杀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 汤姆夫队 我就去他的这个推特上看了一下 这个老兄 我真的还要说几声 佩服 为什么呢 央视都这么对待他了 他仍然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来决定自己的观点 他和我的这个观点一样了 就说我不管你怎么对我 我也不管别人怎么对我 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怎么样 那就应该怎么样 你看这个汤姆佛特在微博上说 我对我因为我写这些东西 然后被CGTN给我封了 我并不后悔 他说我写那篇文章是因为我爱中国 而且我鄙视美国每天都在进行的这个宣传战 但是他也表示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因为假装事情很美好 就逃避现实 当事实并非如此时 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诚实 那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他人的谎言与欺骗呢 哎呀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 我真的希望他们夫队被央视封了以后 能进中国成员大学 能到清华北大人大的新闻学院去当老师 因为还能保持这一个气节的 实在的人是不多了 那就是意思是说 你面对谎言和欺骗 反击他们的工具只能是真相 但中共现在搞成什么了 面对别人可能是谎言和欺骗的东西 他编织出更大的谎言 编织出更大的欺骗来对付别人 就像这个疫情似的 你说海外怀疑中国这个东西是你们搞的 你们怎么怎么弄的 里面有阴谋 这里面没有证据的话 很可能是谎言 但问题是你回击西方世界的这种谎言 应该拿出你的调查报告来 说这东西就是不是我这来的 但是中共的做法是什么 哇塞把这个 别人通常不准问不准提不准聊 敢问敢提敢聊的一个给你封杀 然后全国各地关于生物制药这方面研究的 这些教授学者们 教育部给他们发个通知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准私自给国际期刊投稿 讲这个疫情起源的问题 全部都应该由教育部国际司认可 你们才能偷一碗 你说你说你这么弄 你不就摆明了是偷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短吗 那证明你铁定是有问题 所以你看好多事情 抹黑中国是中国自己做的 这一点如果谁还有怀疑的话 那你真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每天下几句象棋 提高一些智力 否则这一个又一个案例就摆在面前 我们怎么能否认呢 对不对 你看他们否得我们拐回来 看到他现在的推特 仍然在为我党我国 我军我国人民鼓与呼 你看他开始为孟晚舟发声 你看他说加拿大是美国的走狗 他是很服的国家 你看中文没搞力了 非要用中文写肯定他是想说 他是很幸福的国家也很漂亮 但是他们的国际外交有一些问题 因为美国把华为作战 他们问加拿大偷了孟晚舟 哇塞这话说的 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能读懂 他说然而中国赢了 孟回来了家 这应该叫孟回家来了 是不是 现在不是19世纪的中国 当代中国是最强的国家 我希望华为进步了 变得越来越大的公司 孟在我们心里 因为两个加拿大人也回来了 我很高兴 你看他为这个为这个谁 这个这个孟晚舟鼓语呼 这个是在央视停掉他的专栏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之后 央视都给他封了 我们再来看看他在讲些什么 你看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刚刚发了一个帖子 八个小时前 他说你看路透社报道的 台湾的某些商业大亨 在中共出台了 要制裁那些暗地里支持台独的 那些公司的时候 这位台湾大亨说了 我不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 你看Tom Fruity高兴了 说there we go 看看中国的制裁起作用了 这是他们怎么样用来 把民进党给他孤立起来的 你看他很高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这条 关于中国一带一路 在非洲的进展 这个也是在CGTN 已经封了他的微博号以后 他在推特上仍然转发了 CCTV亚太台的一条消息 这是什么 这是说中国在欧洲 帮莫桑比克还有很多国家 修建了很多的机场 你看Tom Fruity出来说了 请记住 中国并没有从非洲 夺取别人的机场 他是在修建这些机场 你看这个不仍然是五毛本色吗 但是五毛只是一个为了表述方便 我们用了这个词 因为他形象的图发了这么一个群体 你看Tom Fruity 那也是个不错的人 你看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就事论事 他认为中国在欧洲非洲做的事情 那就是有些时候是有道理的 坦率的讲 我在欧洲美国也听过很多讲座 很多事情上不能为反而反 不能说因为反感中共一些做法 比如说他们在外宣上 在很多社会的敏感问题上 表现的这么笨拙 这么脑残 但是很多地方 你比如说中国在非洲 修建的这些公路也好 水坝也好 你说当地的人民有没有受益呢 那肯定有 对不对 你说当地的官员有没有贪污呢 百分百有 但这个事情很多时候 它是一起发生的 另外再说了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研讨会 在非洲也是 一些国际大投行的这些投资人就说 你美国和欧洲你说了半天 你说中国在非洲 搞殖民地外交等等 但非洲就是缺这些路 缺这些水坝 缺这些路灯 缺这些基础设施 你说中共不行 那你来投 你来投一亿美金给莫萨比克 你看美国他又不给钱 有人去弄了 他就挑三减四 这确实也是目前国际舆论里面 有些殖民主义的倾向 有些种族主义的这些腔调 有些也是带着有四眼睛看人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们出队 由此来看 这个兄弟还是个不错的人 但很遗憾 央视竟然连这样的同盟军都给干掉了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的形象在海外越来越差 因为干着行的人他呈现一个逆淘汰的过程 有一点脸皮 有一点羞耻之心 有一点专业主义精神的 人家都干不了这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看到 汤姆福利这个虽然是个小事件被封 但是他代表的是个大趋势 这个很不乐观 那我们既然说到汤姆福利讲彭帅的事情 彭帅的事情今天又有新的进展 比如说 欧盟正式对外发声 他的对外事务官网发言人 今天就彭帅现身发表的声明说 彭帅最近再次公开露面 并没有减轻人们对他的安全和自由的担忧 欧盟说 我们愿意加入包括体育专业人士在内的 日益增长的这个国际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要确保彭帅自由 而且不受威胁 本着这一精神 欧盟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彭帅安全 生活正常和人身所在地的可核实的证据 欧盟敦促中国当局对他的 轻轻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 该声明还说 欧盟强烈反对使用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禁的做法 特别是通过指定地点的居住监视手段 这个专业词叫RSD 欧盟呼吁中国遵守其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人权义务 你看欧盟今天正式发生了 这个事情真是 越炒越烈 当然也有可能是强弩之末 因为啥 中共你说发声明 中共他不怕声明 那他最怕的是 你在中国国内的观众能够看到的场合 让他丢脸 让他让老百姓知道 他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信息 那这个东西一旦失守 中共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你海外不管怎么再发声明 大外宣一只不提 国内就当没发生 他就如此就抵挡过去了 那么实际上最近几天 彭帅的事想逐渐的再淡下来 就像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的 这个热度在下降 中共希望的就是任何大的议题 他先挺住 稳住正脚 你看这边也派出国际奥委会 中国奥委会的高级官员 这个李灵卫 去跟彭帅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让他配合演出 跟国际奥委会通话 用这个来抵挡国际社会的 一些指责和非难 比如说这次欧盟声明以后 我相信赵立坚 或者是这个汪文斌 就会出来说 我们对外界蓄意 把一些问题政治化 蓄意炒作一些事件 感到很可比 应该受到谴责 这个事情通过国际奥委会 相关程序 相关人士 已经做了非常妥善的安排 国际奥委会 难道还不能代表国际吗 国际奥委会都这么做了 你们欧盟还这么搞 那就是要把彭帅问题政治化 对此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我估计十五八九 他会这么搞 那中共现在的做法 那就跟遇到 每个重大的国际公关危机一样 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汤 我就是不理你这茬 至今为止 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个月了 张高丽没有亮相 也没有言语 那么甚至网上有人建议说 这明明是张高丽事件 怎么能让你们说成彭帅事件了 彭帅是受害者 知名度高 你跟全世界人说 这个彭帅是谁 这个好多人还知道 因为毕竟是打网球 只好一波网球迷知道 是不是 而且形象也这么好 你把它搞成这个张高丽事件 我认为不利于传播 所以我赞成继续成为彭帅事件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确实是张高丽同志 管不住扑桃 人老心不老 这个老当义壮 最后引起的这么一个事件 至少目前来看 还没有看出习近平要处理张高丽的这个端倪 当然这个事情 这两天也有些关于习和张 有一些新的变化 那就是当年张高丽在深圳当书记的时候 倾尽全力照顾好了习仲勋 照顾好了习近平一家 所以他们个人的关系是不错的 你看又在习底下当过常委 而且是个大干活的 基本上是人畜无害 没有明显的这个派系那个派系 有人说他是江系的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江系也可以改换阵营 那更何况他主要是一个干活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面对彭帅这个事情 大家要有时候要反着来看 彭帅声明 他跟张高丽就是你情我爱 是男女情爱 没有用张高丽的名字去寻思舞弊广 也没有用他的名字去挣过钱 那这个事情 也许中组部和习近平听到以后 发现原来张高丽同志真的是连结 你看我身边这些人 哪有像他这么连结的 别说自己的老来老来 遇到这么一个红颜知己 这么漂亮身体又很健美 这个又不跟你闹事 平时是不是 他竟然没给他披几块地皮 没给他弄几个上市公司 当个独立董事啥的 你看没这么干 那是说明真情怜 那是说明张高丽真是个好同志 一不留神 通过这些事情 反信出张高丽很连结 那如果是这种可能 那中央就更不会动他了 因为好吗 你最后这个你把他动了 那人家的谁呢 那人家这个宋祖英呢 是不是啊 宋祖英如果想好吗 我混了半天 也没从老江那拿到什么好处 那我也来一出这个微博爆料 那这事就麻烦了 当然了 这种可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 因为从上至下处理这个事情是可能的 从下至上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彭赛这个事情以后 中共中央的这个外宣办 这个网络办不是要搞这个动态管理吗 那就是用更高的技术 更多的人力 随时关注这些体育界 文艺界的明星 这些人的这个微博 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 发现又把某个常委的名字露出来了 那这样这次用了好像是多少 这个这个20分钟是吧 下次可能 这次好像是50分钟 下次好像是 我估计可能20秒50秒 发现立马给他封杀 动态封杀 机器自动锁 都不用人工 这种可能也是完全有的 所以单纯从这个男女搞后院恋这个事上 习近平没法下手 人家你看彭帅这个事又没有牵出来多少 这个以前谋色 以权谋色 这种中共的官员常犯的毛病 你看人家老婆又给他把门 人家三个人都没意见 你说我党的领导我怎么插手呢 所以习主席很难 想插手都不一定插得上 这里边没有什么 这里边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 那个他呀很难插手 今天我们先就这两个话题 一个是五毛开始掐四毛九 另外一个就是彭帅事件 欧盟老朋友又发生了 你看人家彭帅的老朋友 那真是叫老朋友 跟瑞成刚真是没法比 瑞成刚那些号称的老朋友 你看还跟那个前奥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和颖 还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用一家 同一家健身房 这老大的 他出了以后 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为他发声 事实上 你说这个润成刚这孙子也是挺可怜的 就他那个位置 他能以权谋私 他能干嘛 最大的可能 那当然就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 那这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分 我们节目听惯了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们轻易不对一个人下断雨 这个人坏到了几点 或者那个人好到了几点 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公开的信息 这里面可信度又有各种层级 我们只能根据这些信息 对事件的脉络 对这个人大概发生了什么 做一些粗浅的 粗线条的一些分析 更多的是从人性上 从常理上 从人之常情上 从换位思考上 从这个 从这个设身处地上来看一些事情 好多观众觉得 挺有意思的 很多观众很喜欢我们这么个分析的 这个模式和策略 因为啥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彭帅事件和这个锐成钢事件 他都有一点就是没有得到相反方的一些证明 没有得到一些这个有公信力的一些调查 这些没有之前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信息做一些揣测 不能对人出恶言 也不能铁口直断 黑白分明说这个人就坏到了什么程度 那个人就好到了什么程度 比如说瑞生康这个事 好多人都宣传 就跟亲眼看到 他跟某中央领导林几华的太太怎么着了似的 这都是传吗 我没有看到传闻的媒体报道过 我们更没有看到相关的爆料人爆出来 甚至相反 在这里我要爆一个料 古丽萍女士 当年另句话 还有包括后来锐成钢出事以后 古丽萍女士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何老板 何老板接到他电话 他说我和锐成钢就是朋友关系 说实话 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古丽萍是真的 因为你像锐成钢这个人形象不错 英文又好 又在央视政治上可靠 是不是 领导人 不管是本人还是家属接触起来 没有就过了安全检测这一关了 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那他们之间可能是有互动 尤其是他经常搞一些主持这些东西 但你说他俩有男女私情 哪有个证据 人家又特别是女方 又出来否认了 那你总不能让我们说 你就得信 对不起 我不信 谁信谁信 所以我们 在我们这里 彭帅和锐成钢是平等的 好吧 爱听不爱听 我就是这么个结论 我们谢谢大家 欢迎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关注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 给我们节目打赏 您的支持才会让我们把这个节目 一期一期的做下去 并且做的更多更好更快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